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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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已朝朝山去 昔也退 剩了絲絲倒影 放為虛 每夜消磨 隨暇飄去 但只得 夢裡 應有誰 活法追到過去 相對 誓你穿著笑語 再難追 片段卻依然 傳於好交流 仍然依蜜南無淚 痴痴悲罪 似真心醉 而愛不可觸摸 驚淋仙光 彷彿近 偏偏遠離 都已去 彷彿近 偏偏遠離 仍然依蜜南無淚 彷彿近 偏偏遠離 仍然依蜜南無淚 彷彿近 偏偏遠離 仍然依蜜南無淚 我表示我和你們倆都是不死人 花先生 真是不愧是小說作家 連做個訪問 也有特別的構思 甘先生 我不是開玩笑 你的確是不死人 真的? 你看到我的眼睛是綠色的 我看到你的眼睛也是綠色的 我的確是看到你的眼睛是綠色的 但我看我的雙眼一樣是黑色的 沒錯,我們自己照鏡和普通人看我們的眼睛的確是黑色 不過當我們倆人互相對望的時候 我們眼睛就會變成綠色的 金先生,你是不是由金老先生收養? 是,我本身是孤兒來的 金先生,那你是不是一直都沒有病痛? 是 是 最近是不是開始有點頭暈和脫頭髮? 是啊,但是這樣不可以當什麼 我一直以來跟普通人一樣 金先生,你想證明你自己是不死人 不是很難的 小姐,小姐 不得了,小姐滾下樓梯,暈了 大師兄 對不起,我把他塞一會兒 小姐,小姐你怎麼樣?你醒醒吧 大師兄,小姐,來…摔下樓梯,你怎麼回事? 大師兄,小姐暈了,叫極凍醒 你怎麼這麼笨?我先送去醫院吧 快開車吧 行了,我陪你去醫院吧 好了…剛才有人訪問我 我打快之後,我趕過來 你快點來吧 好聲 快點來吧 放手 去左邊 好聲 少爺,車已經開了 我想小姐很快要到醫院 沒什麼事,你放心吧 你見不見花月行先生? 不見了 奇怪 他去哪裡? 少爺,他會不會去廁所? 我到處找他找不到 或者看見我們家出事了 他就先走了 對了,你這麼緊張,究竟有什麼事? 好,你給我準備車 我要趕到醫院看看萬寧 好,我馬上準備車,我一會兒和你一起去 謝謝 你你肯定怎麼樣?萬寧 大哥,我沒事吧 不過頭部還有些痛 大少爺,小姐醒來的時候很久了 嚇死我了 好了…小姐醒來的時候,大家都放心吧 剛才醫生替你檢查過 他有我說, 你會不會震盪到腦子 有, 醫生說我會失憶, 還有有神經病 不是呀, 大少爺, 你不要聽小姐胡說 醫生說她沒事 她不胡說真的有事了 大哥, 你就是說我平時說話沒有句真話 是呀, 大哥問你, 你要老老實實問我 問呀 到底你怎麼會無緣無故在樓梯滾下來呢 清叔叫我聽電話 是呀, 大少爺, 當時有個男人打電話來 我就叫小姐聽 那我就在房間下來聽 誰知道走不夠兩步 好像有東西卡到我, 就掉下來就暈了 算了, 別想太多了, 自己好一點休息一下 金先生, 是呀 金小姐沒事了 沒事 沒事就好了 乖乖, 聽醫生吩咐 行了, 大哥, 你哥還小嗎 大少爺, 你放心, 我會照顧小姐的 李克, 你跟我出來 是 金先生, 有甚麼吩咐 你跟我找花月行來見我 是 爸爸, 為甚麼要照顧我 沒空 你和我都走了, 還有一個 現在就來照顧你 是, 那個學生回去的 那人? 是啊 那是你們去調查那天 是 那天我不是回頭的 我是有一個人進了你們的貴校的 我醒了 那你記不記得哪個學生? 他叫做卓芝文 找誰? 請問花月行先生在這裡 花先生? 花先生今早早出去了 你去哪找他? 是我老闆金先生來找他 請進來 謝謝 花先生今早跟我說 他會去見金先生 跟他做一篇訪問 是 花先生正在跟金先生做訪問 還有金先生家裡有事 所以他走了 那那篇訪問不是沒做完? 我看也沒做完的 要不是金先生 不會叫我來找他 是的 他一定是回了報館 我們剛剛去過報館 要不是我怎知道花先生住在這裡 對了, 說了那麼久還沒請教 小姓何 賀先生 如果花先生回來 麻煩你轉一聲 請問金先生請他去 一定 一定 謝謝 再見 再見 是啊 你找到花先生沒有? 我到處找過他 還沒找到他 哦 是啊 好了, 有什麼消息就回來告訴我 知道了, 金先生 再見 是呀 是呀, 你的 清叔, 是不是 是啊 是呀, 我的唐叔叔在這裡 早上去聊聊天 好, 那不妨礙你了, 再見 好, 再見 姐姐 坐… 阿叔 對了, 你叫我來, 到底有什麼事 是這樣的 那個人, 我們已經查到他了 所以, 差不多了 我去找你 小姐, 你不能出院子的 為甚麼? 醫生沒叫你出院子嘛 誰? 青嫂, 何先生 金小姐 你們來得好 你們快點給我勸小姐 叫她不要趕著出院 何先生, 你真正好 你快點把我帶回家 對了, 既然醫生說你還好 還是你留在這裡休息一下 難道我自己好不好了也不知道嗎 真的, 在醫院很悶的 小姐, 你現在… 你們不用說, 我一定要出院子 沒人可以助我 我們走吧 小姐, 你去哪兒? 去何先生住 那怎麼行呢? 對了, 既然你現在還好得好 不如你先去金家住 那個人服侍你會比較好一點 我真的不回家 一回去就在樓梯掉下來 我說金家對我不利 阿文姐, 你介不介意 我在何先生那兒住住 既然你都說我們是一家人 我當然不介意 那就好了 青嫂, 你回去告訴大哥 我知道, 然後你明天到何先生那兒 做終點旅遊服侍我 金小姐, 你雖然說你自己康復了 但是你也休息一下 行了, 我不會煩你們的 金小姐, 你記不記憶 我倒茶給你喝 謝謝 好可愛, 還有精緻 你小心, 千萬不要打爛 不要 我很喜歡, 送給我吧 不行的, 這件事我不可以送給你的 不用, 我一定要 謝謝你, 你給我吧 不用這麼緊張 你給我再說 為甚麼不可以送給我 因為這件事是阿文送給我的 我不可以送給你的 原來是定情信物 哪是呢, 只是普通禮物 普通禮物, 阿賀先生都這麼緊張 我不是緊張 不過, 阿文送給我的東西 我沒理由送給你的 對的 雖然我平時比較喜歡玩 不過, 我也欣賞你們兩個 情比金兼元 阿文, 現在我不玩了 那茶果我還給你 那茶果我還給你 那茶巧合喝的, 先喝茶吧 我來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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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說話 美麗天花前雨下 說這句真話 沒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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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家 冷小姐, 請進來吧, 請 冷小姐, 我們馬老闆 專程從南洋過來捧你牆 真是謝謝你, 馬老闆 我怎麼能受這麼重禮呢 小意思…我們去宵夜吧 好…老闆, 我已經在高羅時打大酒店 替你訂了個房間, 現在去吧 好…冷小姐, 請 真是不好意思, 馬老闆 我今天剛約了人 不如先訂一晚吧, 謝謝馬老闆 冷小姐…你可以推了個客人 一定要陪我老闆 我約了人, 不可以失信的 你先訂一晚吧 冷小姐, 我想你只是不給老闆面子 你別誤會, 你替我跟馬老闆 說一聲就多多包涵吧 不行, 你今晚不陪我老闆 無論如何都不讓你走的, 上去 你怎麼可以對冷小姐這麼沒禮貌 你是誰 你別怕, 我在這裡 我現在再問你一句, 你去不去 不去, 你別這麼煩 好嗎? 你想做駕駛嗎? 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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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痛呀? 蛤? 為了你, 我不怕痛的 那又何必呢? 我都叫你別管了, 你又不聽 難道我看著你被人欺負也不理了? 其實這種情形, 師兄見慣了 我自然有辦法應付的 又何必搞到打架流血呢? 我想你的傷口過兩天都會好 你可以走了 雪嫌, 方又豪是不是在來? 其實夜總會的地方不是你去的 你今天不用上班嗎? 你怎麼會在這裡? 是, 花月痕, 醬肉品 你到底和情振信有甚麼關係? 這些事你不需要知道 總之今後就不會有人告訴金先生 不死人不可以談戀愛道真情 他這次死定了 你怎麼知道不死人談戀愛會死的 這層我不需要向你解釋 總之以後就不會有人把這個秘密告訴他 我很快就拿起所有的家產 金小姐, 金小姐, 出來吃東西吧 我都不肚子, 我不吃了 我製了些美國食物, 你出來試試吧 是呀, 很好吃的, 出來吧 你看到包你開胃的, 你出來試試吧 吃吧, 你不舒服呀? 不是呀 那你還有沒有頭痛和頭暈呀? 你吃豬扒, 有沒有洋蔥湯呀? 是呀, 嘗嘗嘗嘗嘗嘗 我還是不吃了 豬腳腳, 真漂亮的豬腳腳 金小姐 你怎麼打破我的球呢? 誰叫你在這裡賣豬腳薑呀? 誰說不可以在這裡賣豬腳薑呀? 不准 為甚麼不准呀?快賠錢, 你們 沒得賠 為甚麼沒得賠, 打爛那隻不賠 老大哥, 對不起, 打爛了那些東西 值多少錢, 我就給你賠了一份 想想, 知道是薑和那個煲 那拍夠了吧 算了算了, 今天也不知道走過甚麼壞 頭一次在這裡擺盤, 被人打爛那些東西 不好意思 來, 試試試 孟雲, 為甚麼金小姐 無緣無故打爛你的豬腳薑呀? 我也不知道 我醒起來了, 我的媽最愛吃豬腳薑呀 你的媽最愛吃豬腳薑 跟金小姐有甚麼關係呢? 你不明白了 你很多事都說我不明白了 我爺爺最愛吃豬腳薑的 但若少找到一個不喜歡吃豬腳薑的 他看起來也有八成是真命天子的 真是不好意思了, 和 dude 小姐平常去鬼混贏ELL 不要緊 對了, 金神 有一點事情 我想問問一下 甚麼? 令妹一定有個男朋友 說起來我自己都是很懚愧 小姐妹的事我一向都很少干涉 我自己事缸都多了 一直來我依賴清嫂和我照顧萬寧 不知道清嫂有沒有提過呢 清嫂我提過有個男人喜歡喝咖啡的 我想他是指你, 不過當然不是你 對了, 還有一個喜歡吃豬腳薑的 藏在哪兒, 這裡又沒有, 那裡又沒有 那張是不是, 看看 不是, 也不像 這張還沒有東西 真的, 這邊 清嫂, 是不是這個 不像, 也不是 那這個呢 這個更加不像, 像個女人一樣 幫忙找找, 到處找找 來, 看看櫃子, 看看甚麼 這裡有沒有 在這裡, 在這裡 這張是, 那個傻女收得多密 原來真是她 請你清嫂 冷小姐 何先生, 你做了小事嗎 是呀 為甚麼?你沒有做記者嗎 沒有 你不是這麼傻, 為了接近我嘛 真是 大大大大大大大 你沒有做記者, 走去當少女兒 是呀 我明白了, 你跟我來 唉, 我在做事 走吧, 來 你怎麼這麼暈? 你抓我出來幹甚麼? 你知道我在當值嗎? 你這樣就只累了我沒有工作 我真想不到你對冷雪鹽會痴迷成這樣 你聽我說, 遲了工作就別做了 不關你的事 其實你不應該再迷戀冷雪鹽的 不要說這件事了 到底你找我出來有甚麼事? 你有所謂的嗎? 你是不是很喜歡吃豬肉薑的? 是呀 那請你告訴我 何大帝只不過是你的不名 何其生才是你的真名 我都不知道你說甚麼, 不是的 沒理由的 甚麼沒理由 這個名字我從小到大都這麼叫的 我爸爸幫我改的 你不要騙我 你幹甚麼? 對不起, 請你不要騙我 我沒有騙你 你又想去哪裡? 我現在回酒店 我聽你說, 我現在不做事 不過我做門房 怎麼樣? 你又想想 將來金小姐會不會跟何大帝好 我想我十足也有九成 真的這麼有把握 她是一個小習慣, 就是整天都疏頭 而且還很喜歡吃豬腳薑 又是呀 我想想想 她的樣子 真是像我爺爺年輕的時候 為甚麼我跟她住這麼久 我一點都想不到 阿雲, 你在這兒暗暗沉沉 說甚麼? 沒有, 現在就差在她何時改名叫何其生 對不起, 我不知道你們兩個在聊甚麼 不是呀, 是夢魂自己在那兒暗沉沉沉 是呀 你們聞到香味嗎? 甚麼香味? 我買了咖啡豆回來 華先生, 我煲咖啡給你喝 不用, 這些事讓我做好了 阿雯, 你陪金小姐坐下 為甚麼一定是你煲呢? 阿雯, 這些事是應該我做的嘛 又是那句, 我應該服侍你的, 對 金小姐, 花月行已經失蹤了幾天 為甚麼會這樣? 跟她住的年輕人已經報警了 但到現在的消息都沒有 你呀, 你替我請一個最好的私家偵探調查一下 是 記住, 這件事絕對要保密 千萬不要讓任何消息傳出去 你放心呀, 金先生 是呀, 李克, 你順便幫我看看 有甚麼關於人類學的書籍 找回來給我看看 是 進來 金先生 是你們兩位 李先生 李先生 何先生, 蕭英小姐 金先生, 我有事出去 好 金先生, 茶花裡的服裝和舞台報警 我已經設計好了 請我們的大導演和大老闆審議一下 一定打轉, 要你重新設計 沒有人說這次的設計是偶心的血傑作 是嗎?如果是這樣, 我要仔細欣賞一下 你要多給我一點意見, 一定 對了, 金先生, 那我們甚麼時候開始排戲 我看這樣, 我們要請所有演員 把所有的台詞先熟讀 然後我們才開始排練 是, 導演 是, 導演 花先生真的一點消息都沒有 那些警察天天都說查 但一點線索都查不到 他會不會回家鄉下 不會的 但是聽說, 他鄉下有個親人的 你說他老婆 你不說我都忘了告訴你 根本上他沒有老婆這個人 怎麼會呢?那張照片我也見過 那張照片也是假的 假的? 那些警察都找到那封信 還跟著地址查下去 誰不知越查越發現又不對勁 根本上就沒有這個地方 你為甚麼要這樣做呢? 我也不明白 還有, 那張照片他在報館裡找回來的 有時候我真的不明白 花卿為甚麼要這樣做 那我現在去哪裡呢? 小小姐 李先生 不知道是否阻礙你呢? 我有些事想跟你說 不阻礙, 甚麼事呢? 聽說你的位置住下, 花先生失蹤了 是啊 好像一點消息都沒有 其實都不知道那位花先生是甚麼人 我懷疑他的背景有問題 為甚麼你這樣說呢? 因為警方和那位程博士都令銀行查過他的戶口 那位程博士我是認識他 他在上海來, 是專門研究人類行 人類行? 是呀 是呀, 究竟這位花先生是甚麼人呢? 我想也不明白 所以我就專程告訴你 如果他回來的, 你小心點 麻煩你, 我會了 我的好朋友 如果我要保養我自己的 我就已經死了 能夠使得我生存到今天 完全都是因為我現在過的 狂熱的生活 從兩年前, 就從那天起 你從我身邊走過 你美麗, 高貴, 陷障微笑 就從那天 我就遠遠地默默地注意你的生活 你說得很有道理 我們從今天開始分開了 以後不要再見面了 為甚麼?為甚麼? 因為你不再愛我, 你… 因為…因為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 我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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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媽 瑪格列特, 你知不知道她是多麼愛你 好, 熱不熱? 你吃吧, 請問多少位? 兩位? 過一桌吧, 好, 謝謝 謝謝 我吃了嘛 你吃吧 我用先生 何先生, 這麼巧 你不會怪我阻礙你吧 不會 我想婆先生你也不會用舊眼光來看我吧 你知道吧, 這個世界會變, 人也會變的 那變好變壞就要看誰了 至於我來說, 當然是變好 希望是這樣 小舅 小舅 何先生 你一定要戴眼熟人 謝謝你關心 我會照顧自己的了 我們喝咖啡吧, 鮮哥 好啊 何先生, 既然剛好遇到了 不如坐在一起吧 好了, 我那邊約了人 既然這樣, 不妨礙你, 隨便 好啊 大弟, 這邊 什麼事啊 兩位請問喝點什麼呢 咖啡, 請你呢 這次我是專誠有一件事徵求你意見的 什麼事啊 我想你搬回來我這裡住 為什麼呢 跟你一起住的那個花月行已經失蹤了一個月了 你現在一個人住, 又沒有人照顧你 還是你搬回來我這裡住吧 我看不用了, 我想花兄會很快回來 但是你沒有人照顧 我已經這麼大了, 要不要人照顧 我照顧你是應該的 夢魂, 我們是朋友 不是, 我們是brother 你對我好, 我很明白的 但是我不用人照顧了 大弟, 或者將來我們的關係 不知道brother這麼簡單呢 你意思是... 夢魂, 你明白嗎 當初我沒有地方住 花兄就招呼我去他那裡住 但是現在他失蹤了, 我就說搬了 那我豈不是很不夠義氣嗎 那倒是 是吧 爸爸 好, 先少爺 世伯, 這兩瓶酒是送給你的 怎麼這麼多謝 還有, 我想稍後請你們去伯樂門吃晚飯 先少爺, 其實這頓應該我請才對 你知道, 你大勸我買這麼多外幣賺了錢 我還沒多謝你, 這頓一定要我請 世伯, 誰請多是一樣的 說又說, 我們這個阿琴 這次也算是有眼光 認識孫少爺, 你又年輕又有魄力 世伯, 你太過獎了 阿琴, 算你有眼光 先生在哪兒 回家 上面在家嗎 當然 對不起, 先生, 不回家了 為甚麼, 政府封了 賀先生, 進來再說 到底發生甚麼事 這位就是何先生 是呀, 這位就是程博士 程博士 對不起, 何先生 你住那層樓, 我們要徵用來做研究 研究?有甚麼好研究 這層不能夠告訴何先生 我告訴你 那真可笑, 那我的東西怎麼樣 你的東西一件都不能夠動 那我… 有關何先生的損失, 政府會賠給你的 大伯父, 甚麼是你, 進去坐 好 坐 大伯父, 甚麼好今天來探望我 我…夢魂, 我已經沒地方住了 不要緊, 你可以來我住 甚麼是你 不是我, 很奇怪嗎 你為甚麼會在這兒 為甚麼我不可以在這兒, 我在這兒住 夢魂居 大伯父, 你先出來, 我在這兒跟你說 大伯父, 你不是怕了他嗎 你這麼大的男人, 怕了他很丟臉 真的嗎 當然 那…好, 我就在這兒住 那就好了 我睡哪兒 你睡我的房間, 我睡廳就行了 怎麼好意思 可以了, 就這樣說吧 好 好 看甚麼不知醜 誰看你, 你瘋了 你呢, 我吃中的 你呢, 吃西的 我呢, 中西合璧 好, 吃飯了 不知醜, 又看人 不知了, 不知了 不知了, 不知了 不知了, 不知了 快點要把水拿給我 快點把水拿給我 快點把水拿給我 哪兒生那麼笨 快點把水拿給我 救我 那個總製是不是你生的 在今晚的慈善餐務會 你真是最出風頭了 現在沒有人不認識小燕的 其實我只是偷了金先生你的光 絕對不是 你本來就是一夥明星 你也有你自己的光彩 如果我是星, 那你就太陽了 為甚麼呢 因為星星本來就是沒有光的 她其實只是反射太陽的光 原來小燕不僅懂得跳舞、唱歌 還這麼懂得說話 我現在送你回家了 還是去何生那裡 兩個都不是, 我現在想去那裡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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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在我們面前的就是香港 我要向香港幾十萬人宣布 金先生是光芒萬丈的太陽 他使得星星發出光彩 阿芒 世上只有你一個人對我這麼好 這麼關懷備知 我衷心感謝你 在哪兒 你在哪兒 我曾經說 你擔心 你擔心 我跟你在哪兒 我不是要 như你 我不是要說 你擔心 我不是要說 你會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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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要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无底的深渊 架开了我们 我们即使能够在一起 也只是一个悲剧 你走吧 你把我忘记了 因为我已经发过誓 我不会再见你了 等等 这句你走吧 你把我忘记了 因为我已经发过誓 我不会再见你了 可以来得比较强烈一点 或者你走吧 你把我忘记了 因为我已经发过誓 我不会再见你了 你走吧 你把我忘记了 因为我已经发过誓 我不会再见你了 好 继续吧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一个有权是我要我发誓的人 是不是雅爾为了先生 是 你说 只要你說一聲 是我瓦以為立的, 我馬上走 賀先生, 這兒我想你會比較憤怒 是的 也由於你憤怒 所以你一手撿著他的手 你說, 只要你說一聲 你是我瓦以為立的, 我馬上走 是, 我是我瓦以為立的先生 金先生, 我明白了 是, 你們繼續去吧 好 好 我先拿這個 煎哥 小琴 我現在已經是你的人了 你千萬不要 傻女兒, 你知道她多不愛你的 是 沒用 小娟 你居然敢騙我 我已經被她騙了 你別再相信她 她只是義官擒心 你... 小琴, 你別聽我胡說 小琴, 小琴 小琴, 小琴 小琴, 你給我解釋吧 其實她打亂我 所以才破壞我們 我不會 你走 小琴 家文, 金先生怎麼這麼久還沒來呢 或者他臨時有事, 不空來呢 他經常都這麼忙 這樣嗎 不如, 李先生正在來 學生, 小小姐, 李先生 李先生, 金先生呢 金先生叫我來通知兩位 他沒空來呢 金先生他沒空呢 我都不太清楚 他只是叫我告訴兩位 他以後都不會來 叫他自己排路 夢已悄悄山去, 昔也退 靜了絲絲倒影, 放為虛 每夜消磨, 隨行風飄去 難知得, 夢裡應有誰 無法追到過去, 相對 細鳥穿穿笑月, 再難追 偏斷恰意 傳與孔歌 永遠遠迷衍那無禮 隨隨隨秤 此心醉 背不可觸摸, 驚龍仙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